深陷官司巨额保证金难题的川普 竟然开始贩售天佑美国圣经 一本要价60美金将近台币2000元 原来天佳圣经是为了庆祝复活节的到来 但很难让人不联想到 他是为了筹出保证金才出来贩售 日前川普一名试诈骗 被法院裁定缴交4亿5400万美元的保证金 约台币145亿 但在25号也就是保证金缴交期限当天 法院不仅多给川普10天的缴交期限 甚至将保证金大砍到1亿7500万美元 约台币56亿 不仅如此 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创办的社群媒体TruthSocial 今日完成以上是公司的并购案 开始一股要价78美元 约台币2500元 吸引多人购买 使他口袋马上赚进9600亿台币 身价大涨 根据蓬勃的估算 川普身价飙升到40亿美元 挤升成为世界500大富豪的行列 川普不只赚进更多钱 甚至选赢总统的呼声大涨 这是由于拜登迟迟未呼吁以色列停火 使得国内反弹声量越来越高 根据经纪人的民调显示 川普的支持度不断升高 目前与拜登持平 使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更难预测 川普如同自己所贩售的圣经 一起强势回归 记者综合报道